Hello 大家好 欢迎到Y.A.Berry 那因为现在的政策就是要减少一次性饮料杯的使用嘛 所以呢 有很多喜欢喝饮料的人 像是我 就会开始有环保杯的需求 那我们就来看看有什么样子 我觉得还不错 饮料杯推荐给大家 环保杯系列 我们首先发现到这一个转转杯 它长得有一点像之前流行过的那种食物罐 可是它可以长高和压扁 方便携带 我们家的随行杯的话 它是有一个专利的设置 那我们家的特色就是把杯拆解 那拆解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争取它的排列组合 然后会有不同的功用 像这个它加一节杯升可以到590毫升 那再加一节可以到790毫升 就是一般大概饮料 手摇饮料容量的大小 那它如果要再使用的话可以把它拆下来 就是装在它的外螺纹 那我们专利的外螺纹就可以让它的杯升收纳在外面 体积可以剩下3公分左右的高度 所以我们可以带这样一整组的出去 然后就会至少会有三种能量变化 那它的杯子的材质 耐热是可以从-20-100度C 那耐酸减 那也可以做微波 那在使用的部分的话 它可以根据它拆解排列组合不同 会有不同的使用方式 像这样子就可以拆成两组杯子来使用 那这个是400毫升 这个是390毫升 那我们一般在学校或办公室可以 比如说这一杯可以拿去喝水 然后这杯可以喝咖啡 那组装方式的话 这也可以直接是互通的 因为我们的螺纹都是同一个模组 那在同一个模组情况下 它的公母螺纹都是可以互相结合 所以像这样子就可以形成一个 大概400毫升的食物馆 那使用方式的话有非常非常多种 就其实只要一组杯子 就可以用在很多种场合 这款是手提机动 清新泰瓷一节层保温杯 容量有750cc 外型单色真的是很简洁美观 而且颜色的选择很多样化 尺寸也符合目前市面上 手要饮料很常见的700cc 那里面内层是10%的泰陶瓷涂层 据说比较不容易会沾到颜色或是流味道 而且还有这种小把手 基本上就很方便提取 耐高温而且还可以保温 不过有一点点可惜的是 重量是稍微比较重了一些些 接下来这个品牌很特别 这台电公司把发电过程当中 会产生的一些副产品啊 废弃设备、回收资源等物件 再次研发设计 变成稳创商品 等于是把循环经济的概念 发挥得相当不错 像这里可以看到 是退役便电箱所打造的 隔热杯电哦 然后台湾各地的城市 它就会长出自己不一样的形状 便电箱的彩绘 跟它本身的样子非常具有 具有我们想要保存的这样一个价值 那尤其是我们台电 其实每年都要泰幻 都非常巨大数量的 这样的一个便电箱体 我们一直在想要怎么样 可以回收再利用 就找到了一个 非常擅长使用金属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师 NACNAC 那我们便电箱其实本身 你如果在阴阳高照的时候 你去摸到我们便电箱 它其实不会太烫 原因就是因为它上面的漆面 已经达到了一个隔热的作用 跟它快速散热的作用 所以呢我们的设计师利用了便电箱 本身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呢 直接把它裁切成六角形 做成这样的一个隔热垫 那您会说为什么会切成六角形呢 其实他有观察到说 其实六角形是最能够 有效利用这些板材的切割的方式 您可以看到说 这样的一个切割方式呢 它其实剩下来的余料非常的少 对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成 像是六角形的形状 澎湖的话又更特别了 因为澎湖它的便电箱 比较容易受海风的侵蚀 所以比较容易锈蚀 那也因应这样的一个特性呢 我们的便电箱体是 用无锈钢做成的 其实切下来之后 还是会有一些边边角角的预料 我们就再把它拿来做成 这样的一个小片小徽章 那一样有叠针的版本 有磁铁的版本 最能够看得出来我们的便电箱呢 在世界 在台湾各地 它所受到的环境的一个变化 然后或者是它们今年累月的 岁月的一个痕迹 所产生的不一样的绿色 另外还有这款比较粉嫩的 是底泥杯垫 它是用我们日月潭的玉姬泥 我们回收再利用 然后配合白桃土 去做成烧制而成的吸水杯垫 所以这个产品很新吗 还是说其实已经蛮久了 它是我们今年推出的产品 因为我们人口泰杯垫 它其实已经是出到我们这个第三个版本 那我们这次是选用日月潭玉姬的铝巴 那之前的话 都是用我们公司的火力发电的煤灰 对 配合陶土 或者说配合水泥 那今年这个第三个版本的话 我们是尝试运用这个日月潭玉姬的铝巴 我觉得这一种循环经济的延伸 不只是有绝佳的环保意识 而且还带有特别优秀的文化创意发想 那我们看完了环保 有精致创意性的品牌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美好的文具和艺术世界吧 对于文具控 所招迷来说 除了纸胶带 贴纸之外 转印贴纸也是很有趣的朋友哦 在2017年成立的MU 他们至少出了100多种的转印贴纸 所以举凡是花卉 植物 文具物件 地图 星球 各种类型都有 风格都是有着淡雅的气质 而且最近还推出了一项新品 就是你剪一个差不多的大小以后 假设我们就这样子 然后就把它压住 其实就有点像压花 可是会有点空气感 好 然后我们把它拿起来 它就是有一种空气感 但这样还不够美 那我们干燥花可以跟我们的 你看 跟我们的这个 这个叫做转印贴纸再结合 你可以 营造出更多漂亮的那个氛围 你看它就会这样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这个把它盖住 这样子就会很美 而且它很厉害的是 因为它这样贴起来 我也可以说我一般用胶带来贴 但是就不会有这种 雾面的感觉 对 而且它有个空气的透感 这个透感就会让干燥花的生命 好像在雾中看这个花草 在这次文博会出登场的新品 我当然不会错过啊 就搭配其他的美好转印贴纸 一起带回家吧 这边一颗一颗美丽的矿石 切割得方方正正排在一起 就是有一种很工整的美感 可是呢 大家知道吗 它的真实身份是辣味哦 大段的颜色本来就很漂亮 然后很想要就是 捡起一颗石头或保湿 然后就可以取上面的颜色 直接开始画画 每个人画画习惯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画出来的时候 都会不一样 各位看一下 它有绿色还有灰色 像这样 你就可以一次享有不同的 绿色灰色 红尘式的绿色在这里 等于说你买了这样子一颗蜡蜡 你可以享有它上面不同的人色 只是呢 就没有办法指定说 我就一定要整段都是紫色 整段都是粉色 它就会在中间会有一些变化 好我们在空白处画了几笔 这一颗就可以拥有不同的颜色 既美丽又充满乐趣的设计 而且这一项设计啊 也在文博会有获奖哦 如果想尝试不同以往的话剧体验的话 卖无收藏准没错 各位看看我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一人茶几耶 先前呢公事曾经有推过一部戏叫做茶经 它是在讲台湾的茶产业嘛 那这一个一人茶几这个漫画 它也是在讲茶的故事耶 这一部作品啊 它是描绘台湾的乌龙茶产业故事 它其实在2013年啊 就已经有推出一些相关的创作 然后是在今年的7月发行完结篇 连载结束 它的画风啊 其实氛围感很棒耶 人物细致又俊美 那这个IP也已经有推出了桌游的产品 不晓得以后有没有推出动画 或是其他变成影视作品的可能性呢 2022年的文博会系列到此结束啦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到高雄 一起参与这一场年度盛事呢 我们也期待未来的各种活动 可以看到各领域更多美好的文创产物 不要忘记把YAJ字的文博会系列影片追完哦 我们下一次见啦 拜拜